这个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 我们今天晚上迎来了一个特别的晚上 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将给大伙来介绍一下 如何制作火遍前往的短视频 应该是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特别在短视频制作 以及市场运营方面特别厉害的一位嘉宾 就是我们的David奇老师 过一会儿呢我会给大伙详细介绍一下 因为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样一位年轻的 这个年轻的嘉宾居然有这么深厚的背景 我们的David老师呢是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然后呢包括呢国家地理学习 包括呢这个新东方包括呢去家游戏 包括好未来 大伙听起来一定感觉这些名字都特别的熟悉 是的这些名字全部都是上市公司 那我们的David老师呢全部都是担任过 他们在企业以及市场 这个包括内容运营方面的总监 所以呢首先亲爱的小伙伴们 要对我们今天晚上年轻的 但是呢在这个市场运营 以及呢短视频制作方面 应该被称之为男神或者达人的 David老师我们热烈的欢迎一下 亲爱的小伙伴们啊 让我们举手欢迎一下David老师 已经早早的在直播间里等候我们啊 这个每一个人成功都是有原因的 好的 那有关维多利亚教育集团呢 我们1999年成立到今天已经是整整21年 那在过去的21年呢 维多利亚教育集团致力于高端的职业教育 致力于呢高端的金融投资教育 以及呢这种呢 这个包括创业教育 像今天晚上的课程呢 应该说呢一方面也是我们的这个职场学院 因为呢大伙如果学好短视频的制作 学好内容创作的制作 那某种程度上呢也可以去找一份工作 然后另外呢这个 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应该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学院的一个门课程 为什么呢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中小企业主 像我现在我自己的视频还有开通了以后呢 老是按大幅度的手特别痒 老想呢这个拍个短视频啊 发到这个我的视频号里面给大伙看看 实际上呢你会发现这是最好的打造企业品牌 以及个人品牌的这样一个呢过程 再另外呢某种程度上呢 这也是我们应该是自我提升的这样一门课程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希望小伙伴们抖操起精神来 无论是像校长这样中小企业主 刚刚觉醒的我要做网红 我要做短视频的专家 还是说呢我们本身就在这个风口上 已经呢这个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还是说呢我们现在目前呢刚刚涉足短视频 但是希望呢能够在内容创作方面 短视频方面能够有一些全新的启发 好的那这是我们呢有关维度利亚教育集团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我们呢在过去的21年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老师 然后呢以及我们的全体员工的努力 那我们已经目前拥有十处分校 包括呢温哥华蒙特利尔卡尔加利埃德蒙顿 这个另外一点呢 这个也特别高兴的是呢 在过去的21年校长呢也荣获了一系列的奖项 包括呢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2017年加拿大建国 150周年15加15节出华裔女性奖 就是15位已经比如说 这个第一位华裔女律师 第一位华裔女飞行员已故的 还有15位像校长这样还活着的 然后他仍然在社区上为大伙做出各种各样贡献的 我们的事迹呢被收入在大百科全书 以及呢大多伦多地区的图书馆的五楼 我自己还是感到很骄傲和自豪啊 这个因为呢大伙都知道创业相当不容易 但是呢能够汇择这么多同胞真的是令人骄傲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做了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就是疫情来临之后3月23号 带领我们各位男神老师 然后各位我们的大咖们走进了直播间 我们组成了维多利亚教育集团完全公益的年轻的品牌 叫做共学营 共学营顾名思义 共学共进 拥抱未来 那我们这个星期呢是投资创业营 那我们这个星期呢将给大伙呢一共是有五位嘉宾 昨天晚上呢我们差不多有这个三百人上线啊 是我们的豪格刘老师讲投资 如果没有听够的小伙伴呢 可以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两点钟 有他的第二奖啊 投资现在非常的火爆 那我们呢周三周四晚上 其实是针对创业营销讲座 那我们那个周三 今天晚上就是我们的David老师 明天晚上是新浪女神 我们的Jenny老师 他会讲呢网络内容营销 从小白秒变达人推听一下 那我们周五的晚上是没有共学营的 那我们会在周五呢 在我们的共学营里边 把我们前几周的这个免费的 我们的录播给大家播放一下 那我们在星期六的晚上八点钟 请到了神秘嘉宾 华尔街28年的投资大咖 贝佑老师 他会给大伙来讲呢 这个如何打造投资家 他给大伙讲到了一个 从来没有讲过的话题 就是投资家的养成之路 建议每一个做投资的小伙伴们 都是不容错过的 是世纪的一场投资讲座 可以来听一下 如果我们还没有加入到 我们的共学营 不管是一群 二群 三群 四群 五群 六群 七群的话 我们现在有七个群 那您可以拿起手机来 掃一下我们屏幕的 这个右下角的 这个二维码 回复维多利亚 那我们可以进入到共学营 因为我们的David奇老师 会有一个群 在这个群里呢 大家要在共学营里 才能够进到我们这个群 所以大伙呢 首先要加入到 我们的共学营 好的 谢谢 那另外最后一个 就是共学营有一场 特别的跨年演讲 在11月30号 这个首先是大家 如果说 我前面 今天是我们的 第116期 共学营的讲座 从3月23号 时光飞逝如电 这个那我们呢 所有的讲座 第一 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呢 可以扫一下 每周二五点钟会把我们的 共学营发布出来 那我们另外呢 就是所有的YouTube频道上 北美高端职业教育 可以搜到维多利亚 以往的一百多期的 我们的共学营公益 讲座公开课的视频 都可以看到 所以今天晚上 是我们David老师 讲到视频 这个就 这个很敏感 我就是认识David老师以后呢 才对视频这么重要 我现在发现视频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的 那我们呢 这个 大家看到 我们在11月30号 有个特辑 叫滕小妈妈分享 为明天的世界 准备伟大的孩子 这个主讲是我自己啊 这个我要感谢一下 我们各位老师的支持 在3月23号 我讲的第一场创业 然后呢 3月30号讲的职场 是我的情 这是应该说 是我的一份呢 这个激情 和我的一份呢 这个叫做专业 但是呢 我的情怀是给大伙呢 讲为明天的世界 准备伟大的孩子 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也非常感人的 一场讲座 可以扫一下二维码 然后呢 回复滕小可以把你拉到滕小群 好 这是我们呢 有关贡学营的 最近一个安排 下面一个星期呢 贡学营从8月4号开始啊 我们将是一个严行营 我们会有四位主讲人讲 如何找加拿大的严行工作 找加拿大投行工作 找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这种呢 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 然后另外呢 包括如何找呢 正确公司的工作 大家都可以关注 8月10号呢 是财务方面 然后呢 找制造业的 然后呢 找金融行业的财务工作 应该怎么做 好吧 亲爱的小伙伴们 这个我们坚定的相信 我们这个用心打造的 名师团是可以帮助到大家 在疫情期间仍然看得到越方 那下面呢 我要把我们的David老师 请到直播间 David老师是很特别的 一位主讲人 我知道可能很多人 听到过说视频制作呀等等 但David老师他是呢 在两个方面 都是属于综合性的人才 第一呢 因为David老师呢 他自己呢 实际上他是在属于在 北美长大的 这样一个年轻人 他是属于在中学啊 小学就已经来到了加拿大 所以呢 他相当于呢 就是说他的中学 他的大学 他的研究生 都是呢 在北美读的书 然后但是同时呢 他又在中国 然后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 包括呢 刚才讲到 他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习 在中国的 中国区的 内容营销的总负责人 包括新东方 包括去家游戏 包括我们的好未来 所以呢 David老师呢 他又对中国的 整个做营销 包括视频这一块 有着非常熟悉的了解 但同时 他自己呢 因为他毕竟在这边 从小长大 又对北美的 营销和视频制作 有着非常不一样 深厚的造诣 所以在David老师的课程当中呢 他讲到了很多 北美这边最流行的一些呢 做视频制作的一些 导演的一些大咖呀 等等 学生都悠然身亡 都很难找到像David老师 又懂中国 又懂北美市场 然后另外一点呢 David老师他自己的背景呢 他的专业 他学过他的这个专业 一个专业呢 就专门是视频制作方面专业 还有专业呢 是专门marketing专业 所以使得David老师呢 他的才华是非常全面的 他又懂视频 又懂这个市场 所以他交给大家的才是呢 能够是达到 火遍全网的短视频 光会做视频是没有用的 然后呢 你要和市场结合起来才可以 所以感谢啊 我们David老师呢 也给我们维多利亚的学员们 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 3月份的时候呢 给我们开过一期课程 就是呢 这个短视频制作 人气创造人气内容 当时获得了学员的一致反响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在短视频的风口上 我们再一次 把David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 希望呢 在贡学营里 为我们的小伙伴们 带来别开生命的一堂课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导演 来掌控我们自己 打造个人IP 然后呢 掌控我们自己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直播网红 好的 这个亲爱的小伙伴们 那我们下面热烈的举手 然后呢 欢迎David老师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David老师 现在麻烦您 要开始给我们进行来 精彩的分享啊 David老师做的PPT 然后呢 包括他分享的视频 都是我见过的 哇 美轮美奂 我觉得真的是专业水平啊 但是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David老师会教大家 你可以花最少的钱 哪怕就只有一台手机 你都可以做出来 惊艳的短视频 把你的形象 立刻预深范 立刻高大上 所以David老师 我们盼望着 我现在都要听你的课了 因为我自己也在 这个视频号发了几个 发现没有人点击 后来我发现说啊 原来这个是需要有专业水平的 好的 谢谢David老师 那我们开始了 谢谢 好感谢 好感谢Maria 然后 那我就 开始了 Maria你应该可能要把你的那个视频关掉 对 不用 您就直接share screen就可以了 我不是share screen的 对 我这个换了一套体系 啊 OK 我明白了 对对对 我懂了 看一下 我知道了 稍等 好 好 哎呦 稍等一下 那是 好 我这个改过了 诶 怎么还是镜像 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大家稍等我一下 这个Zoom说一点问题 OK 这样OK 哎 为什么还是显示是一个相反的视频 这个很奇怪 我这边已经是正常了 但是 屏幕上显示还是反的 but anyways 就先这样 那要然我就直接share screen就好了 我直接还是share screen就好了 OK 今天简单跟大家聊一些 视频创作和短视频运营的一些思维和心得 然后我们这个其实分享也分享了很多次了 嗯 所以说如果是有之前就来过的朋友 可能不会有特别多新的东西给大家去分享 但是 再听一次 这个也不吃亏嘛 对吧 呃 非常感谢Maria和维多利亚的邀请 然后呢 呃 我其实 呃 就是在这个行业呢 从事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做过 呃 相关的一些工作 所以说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可能比 呃 一般大家业余来从事的话要深一点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 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做视频内容方面也好 流量方面也好 包括一些基本认识 呃 大家可能 给大家磕磕磕 啊 扫扫忙 我们今天就简单聊一下 呃 这个是我个人的介绍 我就不多讲了 所以大家今天来是听短视频干货的啊 我就不去过多讲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就好 呃 今天我们 呃 没有PPT啊 就是简单的去聊一些东西 但是干货非常非常多 然后我可能在分享过程中呢 也会分享一些呃 其他呃 比较知名的KOL的视频 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就是印证一下我们聊的一些理论呢 和一些这个相关的道理 OK 那 话就 就是废话也不多说了 就开始吧 呃 今天呢 因为我们是共学营 共学营呢 多数的这个伙伴们呢 都是中小企业主 或者是在做创业呀 或者是做呃 一些比较独立性的 工作 那为什么做短视频 呃 对于您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呢 那就是因为在今天的广告投放的规则下呢 你小的广告主是处于绝对劣势的 OK 呃 如果 比如说我们讲Google Google的这个AdWords 或者SEM SEO 呃 中国的百度投放 甚至在微信上做的一些微信投放等等 呃 包括我们呃 在国外比较火的social media marketing 如果 你呃 是一个 small to midsize business 啊 中小型企业 你的预算一定是有限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比起一个 呃 规模非常大的企业 你在投放广告的情况下呢 是会处于一个非常非常绝对的劣势 OK 呃 但是短视频平台呢 它给大家了一个 呃 同一起点的可能性 OK 只是同一起点的可能性 不代表大家真的在同一起点上 OK 你对整个行业的了解 你做内容的经验 呃 包括你个人的一些软实力 软技能 呃 都会让每一个人处于 呃 不同的阶段 OK 有些人 他就是天真擅长做这个事情 吃这碗饭 有些人 可能稍微弱一些 但是呢 呃 他确实把大家放到了一个同一起点上 OK 然后同时呢 大的品牌 呃 天生 他基因是不适合做短视频的 不适合做视频号 不适合做 呃 抖音 不适合做快手 不适合做YouTube 为什么呢 因为短视频的 核心理念 是拉近你我他的关系 可以是拉近 做视频的人 和看视频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产生一种personal的情感 啊 一种个人的这种情感维系 personal connection 但是呢 大的公司品牌 呃 大的品牌 它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我们要产生距离 距离产生美 对吧 产生逼格 产生我这个东西是高级的 对不对 呃 你永远不可能看到 法拉利 或者是 呃 保时捷 奔驰宝马 去跟你拉近关系 因为那也不是他的调性 不是他的基因 呃 我有朋友在澳美 呃 他们最近呢 就是在运作呃 奔驰 应该是GLA吧 GLA还是GLB 呃 然后呃 是就是运作他们抖音的这个 这个业务 呃 就发现就是运作来运作去 整整做了半年 完全没有头绪 因为先天上基因 就做本来的事情 OK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对我们呃 中小中小型企业主 包括创业的这种啊 新兴企业来讲呢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信号 OK 因为你们是拥有不同的基因 呃 在这个现阶段来讲的话呢 你比一个大的公司和品牌 在这个平台上要有更强的争论力 OK 那我们简单聊一下一些 大家可能会对短视频呃 制作这个行业和整个呃 这个事情本身的一些误解 一些误解啊 因为往往我们看到的最直接的一些东西 我们认为哎 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呃 事情的本质 那它是反而是相反的 OK 我们经常会看到啊 不管是公众号啊 还是呃 抖音上面的视频 excuse me 还是一些相关的文章都在讲 呃 流量为王 流量非常重要 呃 从这个2015年 可能2011年开始啊 到今天就是流量的这个讨论 是没停过的 对吧 中间也会有过什么IP为王 内容为王 所以大家都有人说 流量是呃 做短视频最核心的一个数据 OK 是最有用最重要的 然后如何寻找流量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呢 流量其实并不难获取 OK 呃 如果你做抖音 啊 你会知道抖音有个东西叫抖家 你只要投入 几百块钱人民币 你就会瞬间获得几百上千几万倍的流量 OK 他会把你的东西推到很多人这个眼中去 但是呢 你往往会发现 推完之后 你最终的用户粘性 你的粉丝数 你的点赞量 你的评论 不会增加的 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你唯一会有变化的数字 就是你的浏览量 因为它是强制推过去的 OK 所以说呢流量呢 并不是非常重要 什么重要呢 精准的流量非常重要 OK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做金融理财的这么一个视频号 或者是抖音 然后你是科普一些金融理财相关的知识 那你想推给的人 应该就是处于对金融理财非常感兴趣的群体 不管是他的年龄 还是他的职业 就他的demographic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个跟marketing的一些理论是正好切合的 如果这个东西推给了很多人 但是这些流量里面90%以上 不是你的核心用户 那还就是浪费掉了 OK 所以呢 比起流量本身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 那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 就是如果是你是专业做抖音运营的 或者是抖音的代运营的公司也好 抖音的MCN 都会理解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流量池和养号 OK 大家知道抖音 如果你发了一个视频 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最后就是把你的视频推到所有的用户面前 OK 它有一个简单的理论 叫做这个用户池 流量池 稍等一下 我把这个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随时也可以在问答里面提出来 然后我看到的话呢 会回答一下 最好不要放到聊天里面 因为聊天我再看不到 OK OK 流量池是这样子的 你发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一般会先随机的发到300到500个人 这么一个数量的用户上 就他会推给他们 在这里面呢 用户看完之后 如果他很喜欢你的视频 他的点赞量很高 他看完了 然后他有做评论 他有点赞等等等等的 你的数据perform很好 你进入下一个级别 那这个级别可能是1000到2000 然后再往下一个级别 几千上万 几十万 几百万 几千万 最后进入抖音 真正的全部用户群体的这个大赤子 但是99.9999的人 在第一步就死掉了 OK 第一步你推出去 几乎没有人看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 对吧 你发了视频号 花了很多心思 做了视频号 或者做了抖音 发出去 然后 读览量 100个 甚至5个6个 然后点赞数可能就一个 甚至 而这一个人可能还是朋友 是朋友看到了 友情的 这个支持一下 OK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我们 就是 抛掉说 你可能你的内容出了问题 你的内容质量不好 或者是 就是做的 整个视频的 逻辑框架是有问题的 这些都抛掉 我们就光刚讲 就是 流量 定位本身 你推给这些人 他不是你的用户 OK 如果你是一个做英语教学的 我看 这边加拿大有很多人都在做英语教学 幼教育类的这种 这种的公众号 如果你是做一个英语教学类的 这个抖音账号的话 你需要推给的人 就一定是对英语教学感兴趣的 如果推给的人是对 图文清化 对 什么这种 就是 变装 还是美女帅哥感兴趣的 他不会看你的视频的 就他会直接刷过去 就像我们刷到很多视频 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直接刷过去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事情 叫养号 OK 养号是什么呢 养号就是通过 在你开启一个新的账号之后 你在发任何视频前 你要先把你这个账号的基因 它整个的逻辑框架建立起来 OK 不是说开了一个账号 我上传视频 我就可以开始发东西了 OK 那个是不work OK 你要让抖音的算法理解到说 OK 你是对什么样的内容感兴趣 比如说你只关注教育类的 如果你是想做教育的话 你去关注所有教育类的 这种的头位的大账号 然后呢 你经常在里面 看所有的视频 点赞 互动 发评论 OK 几天 甚至一个星期之后呢 你的算法 就是抖音的算法就知道说 你只对这一类的视频感兴趣 那如果你发视频的话 他也只会主推给这一类人 那这个时候 你的视频的第一个 种子流量室里面 就都是你的精准客户 那你的成功率就要高很多 你可能不会到最后的 那个大的池子 但起码你能到第二或第三个 OK 然后一点一点的积累 一点一点的有更多的粉丝 然后在某一刻 你就爆发了 OK 所以说 前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不是说你开个账号 然后上去去用 就OK的 这个是 这个是 不会发生的 还是需要 花很多的心思在上面 如果 这是为什么 如果你 开始做抖音 然后你用的是 你现在 之前在刷抖音时候的账号 那这个基本是做不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刷抖音的时候 一定是看到什么喜欢的 你就会关注它 今天我关注两个美女 明天我关注两帅哥 后天我关注一个 什么郭德纲 对吧 这个 然后哪天是关注一下 什么Elon Musk 讲讲财经 它是非常分散的一个东西 然后抖音的算法是不理解 你到底要看什么东西的 你到底要推给谁 那如果你在你的自己的 就是平时用的账号上 去发视频了 那好 你就完全不会有精准 推送这个可能性 除非你的内容特别棒 谁看到了都喜欢 不然的话成功的几率是很低的 OK 好 那我想讲一个理论 叫做1000个超级粉丝理论 OK 与其拥有几万个 几十万个粉丝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 粉丝是很容易获得的 如果你只是想单纯看数据 淘宝上十几块钱 1000个粉丝 就是很便宜的 如果你买的量大 就是这个 就是他这个会更便宜 然后他很快就把这个粉丝给你充满了 所以说呢 这一类的僵尸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非常精准的 能够支持你的粉丝 他会转发你的视频 他会跟你探讨 我喜欢你今天发的这个东西 你明天要发什么 会给你更多的idea 如果你做新的视频 你开新的账号 他会跨平台去支持你 OK 就是1000个超级粉丝理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理论讲究什么呢 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你想要做成的话 你最起码 第一步需要有1000个超级粉丝 大家都看过这个 乐队的夏天 对吧 今年是出第二季了 去年是第一季 很成功的一个节目 因为有很多的小乐队 大家很多人想说 这些人这么多年都没红 他靠什么火的 他怎么能够冲这么久 他靠的就是1000个超级粉丝 OK 有一千个人愿意去支持你 你开人上会愿意去听 你如果出了专辑愿意去买 就足够让你撑下来 直到你爆发的那天 OK 所以1000个超级粉丝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的第一步的目标 就是达成1000个超级粉丝 不用去考虑说 我想立刻有十万百万千万的粉丝 OK 如果第一步都没有 后面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流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单纯只是看流量的话 那是不会成功的 就是流量和精准定位的流量 两者都必须有 OK 这个之前我会举一个例子 就是抖音上你其实会发现 有很多的视频 他这种账号 他会有几千万的大量的粉丝 但你看了那个账号 你会完全无法理解 为什么人民会喜欢看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国家 那一线二线城市 北上广深 跟其他城市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这个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和眼界上 在整个思维和喜好上是不同的 所以说如果你看到一个 几千万粉丝的账号 然后你完全看不进去那个内容 那就证明什么呢 其实你是小众的那人 所以我们实际上不管做什么东西 很有可能我们做的是一个小众圈子的内容 而不是个大众圈的内容 包括如果你做的是什么英语 英语培训 对吧 真正肯学英语的人也就那么多 但是放在中国的大环境下呢 他这个人数是够多的 足够你把生意做起来 如果你做的是加拿大 本地的生活 对吧 那真正去看的人 其实就那么多 并不是会有特别多的 如果你做的是房地产 你做的是汽车销售 那你有几千万的粉丝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真正最后能够变现 面对的这个群体 就是你周边的 你的城市里面 你的客户群体 OK 所以说盲目的追求流量和 就是粉丝数量意义很小 但是如果你有数量不多的粉丝群体 但是你们互动的 频质很高 很多人跟你留言 很多人跟你聊 甚至你都可以建成一个粉丝群 对吧 在这个微信上 这个是一个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良性的发展 OK 然后呢 这个点讲完了 我们讲讲第二个点 第二点呢 就是跟做内容相关的一个点 那就是原创是否重要 OK 我们大家经常看很多内容 然后说 为什么他的这个内容 就有很多人去看 去点赞 去关注 我这个内容 我花了很多的心思 做了很久 没有人看 那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东西 还不够原创 其实这个理由有很多了 就如果具体分析的话 就case by case 有很多理由 那今天我想提出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世界上是 就起码到今天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所谓的原创 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原创 你所有你认为 只有你能够想到的 独一无二的一个绝世好的idea 不仅别人想到了 而且别人可能已经做过了 做完之后还没成功 然后fail掉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短视频 你会发现所有的 现在红的这种 短视频的平台 短视频的账号里面做的内容 都是被做过的 李佳琪 对不对 李佳琪做的什么呢 电视购物 视频带货 不新鲜 它跟电视购物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只不过呈现的形式不同了 电视购物就像我讲的 就是电视台的内容 专业的内容 它是有拉远这个距离 所以电视购物的时候 你跟这个人是没有任何的 个人情感的 就维系的 没有一个personal connection 吸引你买的是什么呢 东西便宜 对吧 他用这种 先是100块 然后再减到90块 再减到80块 70块 60块 如果你现在下单 15块钱买三个 这样的一个形式 来吸引你 对吧 就是脑袋一热 就把东西买了 但是今天的视频带货呢 他用同样的手段 同样的这个technique 在一个不同的平台上 但是同时呢 他就有一些 这种个人的 就是情感上的维系 就是比如经常看李扎琪的人 会把李扎琪当成好朋友 对吧 李扎琪推荐的东西 我一定会支持 那这个在电视购物上 是没有发生的 OK 这是短视频的一个魔力 短视频的魔力就是 它是拉近 就是发表视频的人 和看视频的人之间的关系 OK 包括比如说我们看 这个 李子柒 拍的这个东西 那其实跟 舌尖上的中国 没有什么区别 OK 它只是从 一个团队拍摄的 一个电视台用的纪录片 变成了一个个人的 每天记录生活的微纪录片 它最终 核心是比较的一个人 比较他的生活 拍摄的手法 呈现的内容 讲的故事 都不是很原创 都是一个 已经有很多人 很多人做过的东西 OK 所以说大家不用 特别纠结于 我的东西是否原创 因为 Good artist copy Great artist steal 最好的画家 他去抄别人的东西 他可以把这个东西 偷过来 让别人觉得说 哦 他才是原创 OK 所以说 如果 你看到一个形式 然后你文案 一个字都不变 你的 你的 这个分镜图 你的拍的这个镜头 一模一样 那那个叫抄袭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东西 他这个形式 很有趣 我能不能也做一个 但是结合我自己的一些 原创的东西 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东西 然后做一些微创新 这个就不是抄袭 这个也是个原创 它只是个微原创 OK 所以说呢 大家不用特别纠结于这个东西 在你初期做视频的时候 不要拍脑的自己说 我想这么拍 这么拍 去看 你想拍的 这个category里面 这个分类里面 做的最好的是谁 你是否能够达到 他的这个水平 可能他有团队 他有更好的设备 做不到 那你如果往下降一降 能做到什么水平 你去可以看看排第二 排第三排第四的人 去学 然后再去做 OK 其实我 经常在超哥的这个 这个视频号群里面 包括梅多利亚的 这个我们的 一些就是 大家都在做视频号 或者抖音的这个群里面 我看到很多人做的视频 但是呢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其实如果你刷一刷抖音 你刷一刷 YouTube 你刷一刷微博 你看到那些做得很好的 比如说你看看Puppy John 你看看Puppy Tube 在做的事情 也是很简单 也是很简单 一个手机拍的 你会发现 我的视频里面的问题 很容易解决 但是大家多数人都 不去做research 然后呢 就自己 就是说白了 就是 多数人做短视频 在这个阶段 还是一种尝试 甚至是一种自娱自乐 甚至是一种说 像个爱好一样 我得跟上这个潮流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做短视频的目的呢 是要满足自己 而不是去满足你的观众 但是如果你想要 在这个路上走得更远呢 你两者都要满足 你如果不满足自己 你就做不久 因为你不开心 但是如果你不满足 你的观众 你的受众 就没有人看你的东西 OK 那这样的话 你做这个事情 它其实意义就很小 所以这两者都要满足 那第三个点 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 这个其实很少人提出来 这也算是我原创提出来的吧 那就是经常 大家会看到说 短视频是个全新行业 包括我们维多利亚训练的时候 也聊过这个话题 这个没错 其实短视频是个全新行业 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它新在哪里了 它是否每个地方都是新的 这个有在商榷 那就是短视频呢 它新就新在它的技术 它分发内容的方式 OK 它的科技的元素 是很新鲜的 它其他的地方都不新 我们聊一聊 对吧 那它是否是一个新的平台 算是一个新的平台吧 用新的科技手段 通过手机来分发出去 那它是不是有新的规则 这一点应该是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会发现 所有的视频平台 不管你最初 这个启动的时候 你的初衷是什么 最终都会变回什么呀 都会变成电视台 就是电视台 是所有的视频类平台 最终的归属 OK 不管是抖音 还是YouTube 我们就看爱奇艺 看YouQ 就已经很理解了 就这个方向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平台 它在最初的时候 比如说YouTube 我们拿YouTube举例子 它是作为一个行业的 一个挑战者 对吧 它是一个新兴的 它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 叛逆者出现的 那这个时候 它就会跟传统的 所有的平台不同 传统的平台干嘛呢 电视台 话语权都是电视台的 对不对 那我YouTube 把所有的话语权 所有的权利 给到用户手上 但是呢 随着你的平台 发展的越成功 然后你开始有 各种盈利的模式 然后你从一家 就是为了兴趣而做的企业 变成了有 这个 投资方 有股东 有董事会的企业 你就开始关注 很多现实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开始收回权利 收回权利 然后把那些 可能会影响你平台盈利的 甚至会带来潜在风险的内容 封杀掉 OK 这个不是中国 只有中国做的事情 美国是一样的 我们如果看YouTube YouTube前几年 就是这个 所有YouTube 叫所谓的这个 Adpocalypse 就是广告末日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在这之前 YouTube上很简单 只要你有流量 你就有广告费 你就能拿到流量的广告费 比如说我们举很有名的 这个北美的大逼 David Dobrik 他在这个广告 这个规则改版之前 他每个月 可以拿到几十万美金的 广告流量费 就说只要有人看他的video 只要说 有几百万的流量 几千万的流量 他拿的就是几十万美金 他自己说的 就是说比贩毒还要爽 非常非常 就是简单 就是我做视频 然后我就拿很多很多的现金 但是呢 自从改版之后 他一个月拿不到一千块钱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内容 不是广告商喜欢的 之前是一个混乱的局势 抖音其实现在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它的漫卖一点一点的 变得更规范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短视频平台 是个全新的行业 新的规则 然后我作为用户 会有全部的权利 不会的 你还是要守规矩 权利不是你的 永远是平台的 如果你想通过短视频 这个形式 这个行业赚到钱 把你的这个账号经营的很好 那你就要提前理解这些规则 这些规矩 OK 然后提前往这个方向发展 而不是等到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然后才要说 哦 我们需要转型 也就是说 你在设计你内容的初期 就要考虑到所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你这个内容 如果是靠一些 很 不能说低级 就比如说很 尺度很大的一些内容 那在未来一定会出问题的 或者说如果你做电影解说 做一些综艺节目 然后你用了很多 有版权的素材做剪辑 你拿了很多电影啊 电视剧里面的 这个东西 那这个会涉及到一定的本权问题的 未来会不会把你直接拉下来 对不对 当平台盈利到一定程度 然后他会更关注潜在的金主 金主爸爸们的利益 比如说这些剧主 这些发行方 那那个时候就会封杀 抖音发生过一次 抖音之前不是 前些年有一次叫做那个 小猪佩奇 社会人 大家应该都记得 那时候特别特别火 每个人都得发这个东西 然后全面封杀掉 全面封杀掉 为什么呀 因为小猪佩奇 在英国的那个版权方 母公司直接告抖音 直接告抖音 而且这个情况 是出了一个什么问题的 如果抖音不把 就是这些内容封杀掉 那如果这个输送进入 进入一个一定的环节之后呢 那这些已经传上去的视频 你就会作为证据 那抖音就会被封掉 就整个就会 它就会被封存起来 作为证据 你就不能运营了 所以抖音非常着急的 把所有跟小猪佩奇 社会人的视频 全部闪掉 OK 一个不许 不许做了 OK 所以这个是大家 可能会考虑到的 一种风险 就要理解说 就虽然它是 线上的新平台 但它的规则并不新 该有的法律法规 还是要守的 那它是否是 新的传播方式 也不是新的传播方式 因为最终呢 它虽然通过 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 去传播 那最终是传到谁这儿啊 就传到人的身上 最终还是通过我们人 在互相做最终的传播 那报纸 花了多少年 达到了一千万用户 电视可能用它 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的时间 然后 这个互联网 用了更短的时间 然后到了手机移动网 用了最短的时间 就说我们看到的 只是一个效率的提升 我们并没有看到 一个新的传播方式 所以大家不用被这种 就是新的传播方式 你要理解 一类的 就是文章啊 或者是要卖你的课啊 所去这个 这个 迷住你的眼 OK 不用 无缘无故的焦虑 就要理解 就它的形式还是一样的 然后呢 刚刚也聊到了 就是新的内容 就是原创内容本身 是没有的 因为 我们能够 今天看到的 所有的一些节目 在抖音上面 在YouTube上面 它在我们过往的电视上 已经发生过了 已经完全发生过了 那这个其实就会 回到我们最后的话题 为什么我做的视频 没人看 有些人做的视频 就有人看 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问 为什么有些人 文案写的这么好 同样都是会中文的中国人 为什么我写的不好 因为写文案这个人 他可能是广公司 或者编剧背景 OK 他可能是一个 起点中文网的写手 写不下去了 跑过来写文案 OK 为什么有些人 镜头前表现的这么自然 这么好 因为什么呢 这个人可能以前 就是一个 专业的偶像 演员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 就是 大家如果去抖音 会知道有一个 人叫做 Mr. Yang 杨嘉诚 他是这个 一个千万级别的英语大V 就是英语教学类的大V OK 他在镜头前的表现非常好 就可以说是行业顶尖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以前是个偶像歌手 只是没红而已 他是温哥华 回去的好像 然后很多年前就上过康熙来了 没红 然后现在通过互联网 红了 也就是说 你会在这里面看到很多所谓传统行业人士的降维打击 就说人家本来就是专业干这个的 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虽然我们放在了一个统一的起点上 但是有些人擅长这个 有些人擅长那个 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会比你领先很多 但是呢 如果你深耕于你自己想要做的行业和内容 你非常懂你做的东西 那你是一定会出头的 OK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东西 它是靠时间积累 就一定能成的 一个是背单词 一个是做短视频 OK 背单词就是只要你背了 你的英语视频一定会提升的 对吧 如果你做短视频的话 你只要你做的内容 它非常的一致 就是它每一条跟上一条的形式是一样的 如果有人喜欢你一条视频 他去看另外一百条 他会得到同样的感受的话 你去持续更新 你放心你相信我 你第一条没有人看 你第十条没有人看 你第一百条的时候 只要你持续进步的 持续去耕用这个东西 你就一定会报 而且他不会说像什么第一条 没人看 第十条两个人看 然后到第一百条的时候 可能有一百个人看 不会的 可能第一百条或者第六十七条的时候 一下就十万人 然后再下一条 五十万人 OK 它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跳跃式的 积累和增加 OK 所以说呢 我认为只有两种东西 是真的是非常值得长期积累投入的 背单词和做视频 OK 所以呢 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比 OK 如果你不擅长拍的很漂亮 你就不用拍的很漂亮 因为很多火的视频拍的并不漂亮 他拍的故事很好 也许你是很擅长讲故事的人 对吧 如果你 也许你是对你的行业 对你的 对你的business 对你想要去卖的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擅长 你能够提供 别人提供不了的东西 甚至一些很 大家认为说很无聊的传统行业 如果大家去看 回头可能在群里面发一个链接 我忘了这个人叫什么了 最近很火的抖音上面做法律科普的一位 他做的就非常不一样 然后他举的一些法律的案例也非常不一样 所以他非常懂得短视频时代 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话题 喜欢什么样的内容 喜欢什么样的长度 然后呢 他把这个优势拿过来去做法律科普 而做的特别好 OK 就是说如果你懂的这个东西 你做的这个圈子 或者说你认为你做的行业是很无聊的 也会火 OK 只是看你用什么形式来呈现的 All right 下面呢 最终一个我简单讲一下 就最终一条的这个误解 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内容 不是这个没结束的 还有听到内容 那就是短视频 门口很低 人人能拍 OK 其实我认为 如果你要 真的想要投入去做这个行业 你可能会发现 它是你这辈子做过最辛苦的一份工作 但是做好了 它也是最rewarding的 会最有回报的一份工作 为什么呢 你要一个人做一个团队的事情 起码在前期 在你没有爆红 你没有团队 没有MCN 没有后面的人支撑你的时候 你要做策划 你要去拍 你要去写脚本 你要自己当演员 当导演 当摄影 对吧 然后当剪辑 所有的事情都你一个人来的 当运营 你不仅要拍视频 你还要想 视频发的时候 我用什么hashtag 对吧 我称什么热点 我用哪一条音乐 能跟正好这个东西匹配上 现在哪个东西火 等等等等一些事情 我用什么样的标题 对 所以说它是很多的工作的 OK 然后它特别忌讳什么呢 自嗨 就说 我觉得我自己东西拍的很漂亮 很美 我拍了一下 我七个茶 我拍了一下加拿大的风景 啊 枫叶落下 然后这个风吹过云很美 然后呢 没有人看 然后就很沮丧 说没有人看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空的 再美的东西 你美得过美国国家地理 对吧 美国国家地理那些人 扛的相机 到深山老林 他用的那些设备 都买都买不到了 然后都是一些行业最牛的人 然后他离了一个老虎 就是三民远 穿的浑身是少 冒生命危险去拍这个东西 对不对 熊来了扛相机就跑 所以如果去拍这样的 美的东西 你觉得他拍得过它吗 但就是他们拍的这个东西 也是要服务他整体的故事的 服务他整体要讲的东西的 没有人就看这个东西 就是哦 我就想看一看美丽的风景 不可能的 对吧 我们人类的大脑不是这么设计的 所以呢 大家要意识到啊 门槛并不低 门槛并不低 人人都能拍 这是实话 但要想拍好 想要出头 门槛是很高的 但是这个门槛 是每个人都在同一期保线上 而且是可以提升的 是可以提升的 OK 所以我刚刚讲到 有很多专业人士 就说他是降维打击 但是专业人士又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他太僵硬了 就他的习惯是适用于传统行业的 OK 有很多以前在传统行业拍广告 拍电影 拍电视剧的人 跑过来拍短视频 OK 有些人做得很好 有些人就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他坚持他原来的那个节奏感 那个风格 那个拍的 拍的样式 拍的成本 那在短视频的话 基本上就会死掉了 因为你花的力气 都是次要的地方 不是主要的地方 OK 你没有理解大家看你的东西是基于什么 那这个时候你拍的再漂亮 意义特别小 OK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 简单讲了一些 可能会遇到的误区 尤其是如果你刚刚开始做这个事情 然后你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 就给大家刻个谱 同时呢 就是打个预防针 你知道说 哦 原来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我想的这么简单 OK 那接下来我们 简单聊一下 如何去做 这个好的内容 不能说好的内容 因为这个是很主观的说法 我们可以讲说 有可能会成为 有人气的 会红 这么样的一个内容 OK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多数的短视频 我们不能说全部的 但是90%以上 都是基于什么呢 基于人设 就所有的视频内容 基于一个人 对不对 以前我没有学员 他经常问说 老师这个美妆 美妆视频怎么拍好 我就想说 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美妆视频 想要拍好 你先要成为一个 谈话类博主 OK 你想要在美妆这个行业 出名 混出来 首先你自己就能 就得是一个谈话类的 就能开脱口秀的 你如果去看 你会发现 多数的大红大紫的美妆博主 没有人在看他化妆 大家都在看他唠叨 在说话 对吧 边化妆边讲 所有的就是有性格的 红的 知名的美妆博主 都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说 人设 特别重要 你设定了这个人物 你呈现了这个人物 你这个人物 有哪些特定的性格 特定的 这些 characteristics 让人们会喜欢 让人们会去 follow 让人们会去持续的去看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里面 它可以分很 分得很细 可以从性格 到外貌 到兴趣 到职业 到技能 包括你的普通化水平 OK 如果你之前是 这个 这个播音专业毕业的 那你很有可能 就是有一个 先驱优势 如果你是东北人 像我一样 但我的东北口音 基本就是 现在是乱七八糟的口音 如果你有的非常纯正的东北口音 恭喜你 你可能在搞笑的播主 或者 就是谈话类播主里面 你是有一个先驱优势的 如果大家去看抖音 去看 国内的所有的自媒体的视频 东北口音 天津口音 是非常诗香的 OK 自带幽默感 OK 所以说这些都是人物标签 都是一个人物特性 所以说 你所有要做的 就是前期要给自己 树立好一个人设 给这个人设不是一个虚假 它是一个很真实的 基于你个人的 那可能是放大 你个人现有的一些元素 适当的去把你个人美化一下 OK 那这里我们聊一下 就是有一个说法 就是一个理论什么 真诚和诚实 我们做视频 你要显得很真诚 但是不要诚实 OK 不要诚实 诚实是内在的 诚实是别人看不出来的 诚实是你说的 但是别人不一定信 但是真诚呢 是你能够体现出来的 你可能不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但你可以表现得很真诚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绿茶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不对 就是说 你要想建立一个人设 你的真诚 一定要体现出来 你要拉近关系 我会看到很多大家做视频号 就是犯的这个 非常初级的一个错误 我把这个共享停一下 然后这个 切回我们的1 大家会做的 就是 就面向的这个镜头 做得很直 然后说 大家好 我是谁是谁 今天我跟你分享一些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OK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你在电视台 上电视呢 这个是电视台的形式 这个不是短视频的形式 短视频形式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下 就是整个行业的 所谓的这个 今天很火的Vlog 这位是 相当于是Vlog的鼻祖 就他把Vlog 这个东西带火的 KC Neistat 非常非常有名 OK 他的特点就是 布局一格的拍摄方式 看起来很糙 但是呢 整个的感觉 你看 很自然 面对镜头 我找一些 就是更有 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找到一个 他在镜头前的视频 这个都不是 稍等一下 这个是 看一下这里 大家如果听到声音 无所谓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听声音 就看一下 你看 OK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Vlogger的 拍摄方式 为什么都这么拍啊 大家想一想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镜头 这是一个你跟朋友 打微信视频 call手的镜头 OK 所以就我之前讲到 你要做的是 拉近你跟观众的关系 就是我跟你是朋友 电视台是什么呢 你坐在那个地方 这个访谈直播间 然后你下面坐的 几百个观众 OK 你要坐的 就是把你想说的话 说出来 然后一个很 很这种 对吧 很像模像样的 这种样子 但是短视频呢 它可能有几亿人在看你 但是每次 就是你的这个镜头 出现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 一定是一个人 就拿着一个手机在看 就永远是个 一对一点对点的 这种接收 这种情感 这种感觉 OK 我再看一些 他回到房间里面的样子 你会更体会到 就是我说的这个感觉 OK 整个人 前倾过来 拉近这种关系 坐在这里 对吧 整个人是很放松的 他不是坐的 对吧 腰很直 而整个人就很放松的 很懒散的 就靠过来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跟家人打电话的这种感觉 我跟你一对一 我跟你很亲近 包括像 多伦多的这个大V Peter McKinnon 就是他们很多 很擅长做这种事情的人 比如他跟你聊着聊着天 他就趴到桌子下面去了 OK 他躲到桌子下面 拿着镜头 跟你说悄悄话 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 这屋子里面就他自己一个人 像疯子一样 对吧 为什么这么做呢 为了营造那种亲密感 你看 我在跟你说悄悄话 OK 所以大家在做视频的时候 一定要理解这一点 就是不要 整个感觉不要太像 你在上电视台 OK 电视台和短视频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 OK 所以说人物标签设定的这种人设的细节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是你的第一步 你的所有的东西 不管你是讲什么的 不管你是讲房地产 还是讲卖车 还是讲卖一个产品 卖一个服务 首先你这个人 对吧 我们按东北话说 招不招人稀狠 就是会不会让人觉得喜欢你 有没有一种亲近感 会不会感觉很down to earth 很friendly 是最重要的一点 OK 如果你发现不管怎么尝试 就是你在镜头前 好像都不会让人很喜欢你 那没有办法 你可以换一个人拍 你可能很擅长出内容 但不要在目前 你做幕后的工作就好了 OK 但是只要这个project 是你自己的 你能够把控就好了 你找一个 或者说你不用人了 你用一个布偶 或一个什么形式 比如说 这个最出名的 这个海外三千万 两千多万粉丝的大V 独角兽 对吧 也是这个东北人 谁样人 老乡 他就是戴了一个头盔的 这个头盔 一是可以 就是让大家不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第二呢 他就会让你可以 就是你看不到这个人 那这个人设不是基于外貌的 OK 不是基于特别外在的东西 是基于他一些内在呈现出来的东西 那你可以自己去幻想 把它 就是直接就覆盖到你喜欢的一个人物身上 所以这是很聪明的一种做法 就是我直接如果我不擅长面对镜头 或者我认为哪些点不够好 我觉得我长得不够帅 好 戴一个头盔 对吧 以前最早是网里马 这个报纸漫画 最火的节目 对吧 很可惜后来关掉了 但最近在抖音又回来了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我放这么一个东西 让你自己去带入进去就好了 你不用知道我到底长什么样子 但你可以带入进去 所以说人设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选材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今天 就是量比较大 但是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满足三个R OK Realistic 真实 Relatable 情感共鸣 然后呢 Repeatable或者Repetition 就是可以重复的 OK 所以这三点你满足了 那起码你在内容的创作 选材上 是迈出了第一步 OK 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真实的 真实就是说 不管你是讲什么东西 不管你是讲故事 还是拍Vlog 还是讲一个科普的东西 它一定是基于真实的信息 对不对 因为我们很难对一个 非常有违和感的事情产生共鸣 OK 很简单 如果你看一个电视剧 这个电视剧拍的特别的棒 就明星都是大明星 然后角度拍的唯美美幻的 美论美幻的 什么都很好 然后其中有一个场景 这个男女主角 去约会 然后到了麦当劳 然后坐在桌子上 然后说服务员点餐 那这个时候 90%的人 可能就把电视默默的关掉 然后就离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太违和了 太奇怪了 对吧 它不是真实的 所以说 不管是为了搞笑的段子 还是什么也好 一个最基本的 真实世界的逻辑 是要有的 所以说如果你 你讲一个故事 你做一个内容 那如果你要把它的真实细节 设定逻辑都掌握好 最基本什么呢 你要知道这个事 到底是关于什么的 如果你不懂这个事情 千万不能去做 因为你就会出现这种的问题 这种问题呢 大家一看到 立刻就没有再看下去的兴趣了 OK 就是真实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真实呢 就算你的东西 有些harsh 有些尺度大 大家也会OK 因为大家会喜欢说 这个人 这个东西是很真实的 这是基于真的东西 它不是假的 举例子就是 我们都知道 就是多伦多很有名的 这个国际孝星 Russell Peters 他是靠什么出名的呢 他是靠说 这些种族主义的孝口出名的 但是在他之前 有很多说种族主义效果的人 但都没有爆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的不是 这些种族之间 真实的情况和矛盾 他们说的都是一些偏见 比如说中国人不会开车 中国人数学很好 对吧 黑人就一定要抢劫 等等这样的东西 但是他第一次登台去讲的 就是很真实的 就明显能感到说 这个是一个多元社会 生活了很多年 他有观察每个人的情况 比如他讲了这个去太古 买包的这个事情 大家都会笑 因为觉得 今天我们都经历过 还真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基于真实的设定 非常非常重要 OK 那这个同时也就提到什么呢 你拍的东西 一定要有故事性 拍短视频就是讲故事 就像我刚刚讲 如果你拍山水 你拍了一堆东西 然后放一个诗 念了两句 对吧 然后放一段什么音乐 没有人会看的 因为大家不知道在看什么 他没有任何的价值 OK 所以说 你可以拍段你的生活 然后你可以讲你今天的故事 就像写日记一样 说哦 今天怎么怎么样 加拿大现在的生活 等等 但是你要讲一个故事 你不能讲散文 你不能讲诗 OK 那个没有人看的 好吧 我看到这个 视频号里面 有些朋友做一些 非常小众的东西 比如说 读一段什么诗经 或者是读一段 就是 就是传统文学 我认为 这个宣扬传统文学 是个特别好的事情 我也很不支持 但是就可能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十有八九 这个东西做不起来的 绝对是做不起来的 但如果你讲传统文学 你讲孔子的故事 对吧 你讲论语背后的故事 像当年的那个 是叫什么单的那个人 就是以前那个 百家讲坛的那个人 他讲的也是这种东西 但他就会爆火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讲故事 他讲的好不好 对不对 我们不论 那他故事讲的非常好 所以他就爆红 余丹 对余丹 其实这个就是 大家要理解的 关注的 包括如果你讲的是房地产 你讲的是卖车 你讲的是这些 非常专业性的东西 你可以讲故事 你不要冷冰冰的讲案例 对吧 不要讲说 买房要避免什么漏洞 就十个人 有八个人都这么做 你可以讲一个故事 你的朋友老王 老李 他买房 怎么遇到这个事了 怎么遇到这个漏洞了 对吧 这个大家才会喜欢听 而不是喜欢去听 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法律的 这个案例 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条 怎么去避免这些事情 因为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 OK 那第二点呢 就是relatable 就是你的内容 要产生情感共鸣 你基于真实之后呢 你要有一些东西 别人看到之后说 哎呀 我也这么想的 或者说 你发表的内容 正好 就是替代了 他想要发表的观点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见 最火的一些类型是什么呢 办公室日常 夫妻情侣日常 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只要发出去 底下就一堆 at 谁谁谁 at 自己男朋友 自己女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有情感共鸣的 他是真实的 说每个人看到这个 说哎 这个事情我经历过 OK 他能够有联系 OK 所以说 先基于真实的设定 然后再基于一个 可以引发共鸣的场景 这个时候 你这个内容成功一大半 OK 因为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人看到了 他就会帮你转发 因为你的东西代表了 他想发表的观点 那在平台本身的流量之外呢 你就会有额外的转发流量 朋友圈分享 对吧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情感共鸣之外呢 我们有个附加值的共鸣 就是什么呢 不是说 大家都要做段子 都要做故事 都要做这个 有情感的东西 因为鸡汤看多了也累 但是你可以提供附加值 那这种附加值的是 关系是什么呢 就supply and demand 你们之间有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就是 正好我无聊 你提供了娱乐 我没有时间 你帮我节省了时间 对吧 比如说我没有时间 想看电影 你提供了电影解说 我一个半小时呢 现在可以五分钟看完 对不对 我对某个事情有疑问 你帮我做了科普解答 我现在想学习 你帮我传授了知识 这些是基于价值的一个共鸣 OK 一个联系 所以说 我们所有提供的东西 要真实 要有这种 联系 共鸣 和价值 没有价值的东西 是不会有人看的 因为你自己都不会看 就是这么简单 那最后一点的什么呢 是repeatable 是可重复的 你的内容一定要可以重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拍出来的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 你拍出来 你爆火的那一条 是你 是你的巅峰 但它巅峰是可能 是基于你的文案 你的剧情 或正好你找了一个 特别漂亮的人 一个演员 来客串 但是 或者说你恰好 踩到了某一个热点 但是你拍摄的形式 你里面的预算 你的设备 手法 文案等等 是可以复制的 就你每条视频 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今天拍了一个Vlog 明天拍了一个美食教程 后天拍了个美妆教程 总是在那尝试 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OK 因为来看的人 如果他喜欢你这一条视频 他就想看到100条同样的视频 但是他一看 你100条视频里面 就得一条这样子 那这个人喜欢你 喜欢这一条 他就会离开 你不会有粉丝的 OK 这个就是一个浪费掉的流量 所以说 repeatable是很重要的 因为能够重复的去产出 同类型的内容 就代表了你有稳定的 这种这个质量的产出能力 同时有积累 才会有后继播发的可能性 OK 就像我们这个打仗一样 都要把所有的火力 往一个点去打 OK 所以说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就是你不能抱一条 然后这一条用了你所有的精力 做不出来了 巅峰了 意义很小 对吧 因为你明天还要更新的 不是说做了一条可以退休了 明天要继续更新的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有持续的 可以一直都做的东西 与其一条做到100分 你100条做到8070分 OK 这是更好的条思路 收敛一点 OK 如果你没有积累 你也称不了热点 对吧 称热点 最终需要有积累 你才能够保留住你的客户 OK 所以说选财满足这三点 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同时我再格外说一个 就是大家 我觉得大家要冷静的分析自己做的事情 就如果你做的是一个什么 语言类的 这个 这个培训 比如我抖音声我见过 你说你是教英语的 然后你普通话都说不好 那对于你的受众来讲 可信度非常低 他说你这个人母语都说不好 我怎么能让你来教我英语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就考虑说 可能我做这个方向 不是特别适合 就是这个 我经常会看到 就明显很有违和感 这个其实跟那个realistic是一样的 就是realistically speaking 对吧 真实的来讲 你认为这个人能讲好英语吗 讲不好 所以说就是你的情况 更新的频率 你看自己的产出能力 就是这个就是 没有什么固定的 如果你做的这个视频 你的思路很清晰 然后你可以做很多 那就很简单 比如说你一个星期里面 或者一个月 你集中一个星期 或一个星期集中两天 拍满一个星期的东西 然后你每天去更新一条 你更新的越频繁 这个越好 越好 对 如果你更新 比如说以前的YouTuber 因为YouTube的视频比较长 他们平均是 比如说一周更新两到三次 多一点的三 少一点的两次 有的时候一次 到了短视频时代呢 就更新的更频繁一点 因为这个成本更低了 然后 以前可能YouTube一个视频 现在能剪十个短视频 那很有可能就一天更两个三个四个 因为有的时候 你的用户过来一看 一点开 哇 有500个作品 好 这个人应该是一个 就是很专业的好 那我愿意去关注一下 所以也有这么一个优势 所以说这个更新 要看你自己的能力 你的这个时间成本 你的实际成本 等等的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一条呢 就是节奏感 这是大家要理解 就是拍短视频的节奏感 就是我 我其实看到很多人拍视频号 那个节奏 跟我们看那种90年代啊 或2000年的那种老MV 没有任何区别 OK 这个也是其中一条 为什么它不会火的原因 大家多去关注 看一看短视频 什么节奏感 对吧 我以前跟我学生讲的 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 就是我们北美的 就是华人大V 就是东北降载LA 你看看它是什么剪的东西 它拍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很简陋 就是一个相机 在脸的这个高度 拍POV 拍很 就是拍的第一人称 那它剪辑的节奏感非常棒 这个人说完一段话 立刻是下一个人说 连一秒的间隔时间都没有 OK 这就是短视频的频率 因为你要尽可能把 更多的信息压缩在这一分钟 甚至30秒里 OK 你没有时间 哇 放一个音乐 然后等这个鼓点来了 10秒过去了 然后露一个镜头 然后你东西就没了 这个我们经常看到 对吧 亲手错误 你就为了去accommodate 你的音乐也好 或怎么样 说你要有一个节奏感 像一个电视剧一样 像个电影一样 电影电视剧 都有节奏感 短视频 节奏感不一样 OK 短视频 尽可能压缩你的信息 为什么 POPJU 要把声音加快 因为他没有间隔信息都放不进去了 他一定要加快 不加快的话 他想说的东西说不完 OK 节奏感非常非常重要 前面那些都是你在planning和拍摄时候的重要 节奏感是你后期剪辑的重要性 OK 所以说当你把这些都做到了 你的内容 就是不能说是最好的 但是肯定比其他没有这么做的 这些新手小白要高出很多 那那个时候 你就开始去focus到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去运营 去理解 如何去更好的运营 如何去更好做你的社区 对不对 如何更好的去了解现在哪些热点 如何跟一些更火的人做互动 等等等等 那这些都是要花更多的时间 一点一点的去学的 那第一步什么呢 起码要把东西拍好了 要理解拍好东西 这个计划这个东西的 这些基础基本思路 如果这个都没有搞定 对吧 你连剧本都没有拍什么电影 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逻辑 就是说先有人物设定 先有基本的内容的逻辑 你的选材 然后最后呢 你剪辑的时候 你的节奏感 这些做到了 再结合我们之前说的那些东西 你就可以有很好的内容 这个我之前讲过 就是粉丝数这个东西是可以买的 包括什么呢 这个人有上 就是如果你别看上万的 你有些人的粉丝数是几十万的 你去看 Fung Bros Fung Bros是 就是现在是YouTube上面的 华裔的两兄弟 也是一个很以前的老大逼 就是我们 我就是 我的朋友 就是跟他们是同学 我也见过他们 蛮熟的 他们就是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们前些年做的很好 但是后来 是就是他们想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导致他这个粉丝就是流 就是就是 就是他这个DAU少了很多 就是我们看粉丝数是没意义的 你要看DAU 就是说每个视频具体有多人看 OK 因为很有可能 因为这个人 比如说他在YouTube上十年 他很多的粉丝是十年前的粉丝 那这些人已经长大了 已经上学了 不看他了 但他还挂着那个地方 OK 然后你会发现说 他有两百万粉丝 每条视频 一千个view 最多的时候 一万九千个view 很不合理的 基本上是个十比一的比率 就说如果你有一百万 你平均有个七万到十万的view 是很正常的 如果低这个数呢 那你这个是有问题的 OK 所以说这个我们 这个东西可以具体 靠逻辑去分析 去想一想 就能想明了这个事情 OK 所以时间差不多了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 就到这里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这个 接下来的五到十分钟 一起聊一聊 可以在这个提问里面问我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恢复 好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打字 这个嫌麻烦 可以直接这个发 直接开麦 来问问题也可以 或者发语音 哎呦老师 我们这是不能开麦 不能开麦 是吧 那么那我们就直接写文字吧 或者那个我们好像 维多利亚那个群里面 大家也可以随时问问题 对 我看今天已经有 四个问题了 OK 有的老师说 视频每隔三秒 就要换内容 是真的吗 这个肯定 这个是假的 好吧 这个肯定是假的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肯定要case by case 什么视频 每隔三秒换内容 对不对 哪种东西 每隔三秒 如果说这个 就是你 如果你是做这个 视频解说的 比如说你用了很多 有版权的素材 我听说过的一个理论 是什么呢 如果你用什么迪士尼啊 好莱坞的这种视频素材 你不能超过七秒钟 这个是为什么 你看很多做这个影视解说的人 他平均每 就是不超过七秒 啪换到下一个视频 但他说的话 还是一样的话 内容是没变的 他只是用了素材就变了 可能是避免了 这个法律上的纠纷 OK 但三秒一换内容 这个就完全是这个 不大可能 剪辑视频的软件 如果用手机的话呢 我推荐用剪映 就是抖音自己的这款软件 功能很强大 然后音乐音效 各种东西 包括字幕啊 抠图啊都OK 国外怎么可以下载抖音 app 这个很简单 你改地区是没有用的 你要怎么呢 你要去中国的 就是apple.cn 你去开一个中国的apple ID OK 然后呢 这个apple ID是中国去的 然后进入你的 就是手机的这个设定啊 通用里面 应该是iTune还什么的 还是app store 然后登出你加拿大的一个ID 登入中国ID 这个时候呢 你的app store就切入到 切到中国了 你就可以下载抖音了 OK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你下载一个安卓模拟器 就说你在你的电脑上 可以可以模拟一个安卓手机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抖音官网 下载这个安卓的apk 拖到你的模拟器上 你可以用电脑打开 OK 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做直播的时候 或者刷抖音的时候 或者做上传 做维护 你就可以用你的电脑 来做这个事情 OK 也是一个 算是这个曲线救国的方式 不客气 不客气 这个避免copyright claim 其实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抖音现在还好 抖音还好 如果你做YouTube的话呢 你可能YouTube有几个官方的 就是有合作的这种 就是音乐素材的提供方 一般都是因为音乐素材 被flag的 所以说你直接就买个会员 你只要用他们的音乐素材 基本就不会出事了 视频的话呢 就尽可能小心呗 对吧 就是有的时候 理论上没问题 有人恶意举报你 还是会出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 自己拍 会避免最大的copyright claim 对吧 然后音乐 用付费的 就是那种一个月15美金 然后你只要你的YouTube channel 不超过10万的view 你就可以免费用 直接用 OK 我看看 短视频是一分钟吗 应该多长时间 这个时长呢 看你的内容 看你的内容 我就是 如果你做的是科普类的 然后你可以做的长一点 如果说做的段子类的 比较 就是娱乐类的话 我建议30秒到45秒之内吧 对吧 然后手机兼容的stabilizer 大疆的 大疆的那块 现在好像也很便宜 在打折 就是stabilizer 我都推荐大疆了 大疆绝对 没有给我赞助费 就是当我认为大疆的整体的质量是最好的 OK 短视频 对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短视频 就是保持在一分钟以内吧 尽可能 这个反正case by case 就看你做什么内容 好吧 就看你做什么内容 OK 我看最后 大疆DJI DJI 哪个疆来的 那个疆图的疆 DJI 就是中国最红的那个 striket dumping的那样的video 那么人做的很好了 怎么能够做的更有特色 其实 其实 这个很简单 要么你这个人特别有特色 OK 要么你这个人 要么你去吃东西的地方很有特色 所以说其实美食类的 也是跟美妆一样 也是主打人 也主打人 然后呢 很多时候 团队做起来 要比个人做起来优势大很多 很简单 美食类比较火的 以前一个节目 是那个Buzzfit做的那个 是Worthed吧 就是他 他同样一款食物 他做三个级别的 最便宜的 中档的和 就是全世界最贵的 那这个就会非常吸引人 对吧 因为大家说 哦 他吃的低档的 比如汉堡 吃的两块钱汉堡 然后下一个是20块钱汉堡 然后最后一个是纽约的 可能1000块钱的汉堡 这就会很吸引人 他是通过内容 通过去经历的地方吸引人 然后呢 同时要有人 就是人这个元素很重要 比如说这个里面的 这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 他会 就是一个很 很presentable的一个人 那火的几率就高很多 OK 其实 美食类视频 确实做的是个纯粹的红海 纯粹的红海 这就看人了 15美元音乐 你可以去 这个 Google去搜 一个叫art list 我这个直接打出来 我直接 这个 在这里面 是 怎么回事 哦 为什么打不了字 这个奇怪 你记一下吧 art list art list i o art list i o 另外一个叫 epidemic sound 就是 e p d e m i c s o n s o u n d 点 com 对 这两个 可以啊 可以啊 做知识类的 可以做穿插 可以的 因为 就是任何类别 都是知识类 只要你分享的是知识就好了 就生活小知识 对吧 旅游类的小知识 等等等等 第一条微视频 只有200多个人看 是不是被限流了 如果有200多人看 这是挺好的 这个数据都挺不错了 理论上 你第一条发出去 有10个人看就很不容易了 你想想你的 我不知道你这个微视频说的是抖音还是这个声明号 但差不多都是同一个理论的 就你扔出去 你的种子群就300个人 甚至一甚至200个 那你都有200多个人看了 证明就是基本上大家都都有看你的东西 然后呢 他可能已经进入第二个种子群了 但是前期他就是要经过这样的积累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做的这个号 就他做的是房车旅行的 他前面发了60条 就是在 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因为一个种种原因 他从北京开房车跟家人出去 回不来了 这个朋友 然后尝试做抖音 前面60条 都是几十几百的 就我们可能朋友进去点个赞 到了67条的时候 忽然间 就是7万个粉丝 OK 就一下就加了6万个 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积累 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他那个算法 就理解了 然后你可能就某一条视频 他就会爆火 OK 除非是你是一个 除非你是一个大V了 就是你前期就只是这么多人开 所以说这个我之前讲过的 就是非单词和做视频是一样的 你就是要持续积累 也许你再做100条 100条太多了 也许你再做20条 你会发现可能就2000个人 然后你再往下做 你会发现忽然间 好像10万家了 公众号当年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就是想分享一些东西 莫名其妙的忽然间发现 就是而且视频号有什么好处 因为他是通过微信 他是可以分享的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们一定要做一些非常有 就是这种之前讲的 就是relatable的东西 才可以被别人分享 那你在朋友圈里 在微信里面 只要一分享出去 因为你的东西跟他有共鸣 他愿意去 借你的这个东西去发表言论 那你一下就会爆火的 对吧 一下就会爆火 他看了 别人再转发 再转发 再转发 转发三到五次 你就有几千上万几十万人看到了 OK 就说这个还是要持续去做内容 持续去做内容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话筒 还到Maria校长手里 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大家感觉David老师对我们有帮助的话 请热烈的举手 对我们的老师表示一下感谢 我看到大伙热烈的举手 是的 你很难找到像David老师这么专业 又愿意的好保留分享的 好老师 那在这里呢 我们有两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第一呢 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David老师短视频的群里边来 跟David老师有更多的互动 那我们呢 这个现在怎么样进入到群里来呢 那我们可以加一下 大家看一下 第一呢 就是我们的工学营 1234567 我们七个群呢 都已经把群码发到大家的 这个工学营里群 然后另外一点呢 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来 扫一下我们屏幕的左边 右边啊 上面是我们的这个亮亮小助手 大家呢 可以回复短视频 然后呢 就可以进入到短视频的群当中 那下面是我们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工作号 大家呢 也可以在工作号里 获得更多的信息 所以接下来的小伙伴们 我们现在是九点半 那我们David老师呢 会在群里在半个小时 给我们回答更多的 一些有关短视频制作 以及呢 内容制作的一些呢 问题 那第一个好消息 第二个好消息呢 就是8月22号 星期六的下午 呃 四点半 我们David老师有另外一场 专门针对短视频的公开课 因为David老师实际上呢 他也是有这样一门课程的 有十个小时 专门领着大家手把手的 做出火遍全网的短视频 如果大家对这个课程呢 也会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8月22号 星期六的下午四点半 然后听一下我们David老师的课程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短视频达人 所以呢 亲爱的小伙伴们 今天的日签 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叫人生最终的价值 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 而不仅仅只是在于生存 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人生的最终价值呢 在于我们能够不断地思考 我们和周围这个世界的关系 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关系 所以呢 希望大家经历过这场疫情之后 能够觉醒 能够思考 然后呢 能够意识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在那些身处 都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潜能 可以发挥出来 那毫无疑问 现在呢 最火的 这个风口上的短视频 将是呢 对于我们打造个人的IP 然后呢 对于我们更好的来展示 我们自身的价值 将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手段 那好消息在这里呢 就是有David老师 这样专业的老师 可以带领我们把这件事情 可以做到极致 所以呢 亲爱的小伙伴们 再一次 请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来 然后呢 扫一下上面的二维码 回复短视频 进入到我们的短视频营里来 用鲜花和掌声 来迎接我们David老师的到来 另外呢 大家也可以在8月22号 星期六在群里边 我们会把祖母直播号告诉大家 然后呢 会有David老师 另外两个小时的讲座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 忠实的粉丝 会跟随David老师 去学习更多 有关短视频制作的方方面面 好的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又是到了 这个要说晚安的时候 明天晚上8点钟呢 我们会请来新浪 四个频道的创始人 我们的Jenny老师 会给大伙来讲一下 网络内容营销 也是呢 讲的非常棒的一位主讲人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希望呢 我们明天晚上8点钟 共学营呢 我们再次见面 共学共进 拥抱未来 好的 再一次感谢您的聆听 让我们的音乐想起来 让我们呢 大家再一次热烈的举手 对我们的第一位老师 就是感谢 对我们的第一位老师 造一种晚安 亲爱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回到 1234567 667的品财 然后呢 我们扫码 进到这段视频 我们用鲜花 做掌声 感谢 第一位老师 今天晚上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